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客气 欢迎青年朋友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记 是吧 也是一面镜子 是吧 让大家都回来看看 到罗伯强看看 是 你们回去告诉台湾同胞 那就是说 到回家看看 好 无论是在大陆或在台湾 两岸人民都曾经被日本军阀 欺凌迫害 伤亡惨重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必须告诉子孙 我们纪念抗战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要记取教训 自立自强 振兴中华 纪念七七事变 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目的 在于感念先烈先贤的牺牲奉献 我们后辈必须牢记 身为炎黄子孙 我们必须学会和平解决争端 为人类谋幸福求和平 我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牢牢记住这一点